隔夜,堂,杜甫 岁木阴阳催短颈 天涯霜雪寄寒霄 五根骨角生悲壮 三峡星河影洞遥 叶枯千家闻战法 一戈树处起鱼桥 过龙月马中黄土 人事阴书慢寂寥 一文 岁末时节白天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奎州双雪停了的寒冬夜晚 雪光映照下 明朗如昼 破晓时军营中骨角生更显得悲壮凄凉 银河倒映江面 在湍急的江流中摇曳不定 战乱的消息传来 千家万户哭声响彻四夜 渔夫乔子不时在夜深传来 以歌之声 像诸葛亮和公孙树这样的历史人物 最终也成了黄土中的枯骨 人事与阴书都只能认起寂寞了 注视 阴阳至日月 短景至冬季日短 景通影日光 寂寂雪亭 五根骨角 天为明时 当地的驻军已开始活动起来 三峡至渠唐峡 吴峡西陵峡 仙河银河 这里泛至天上的群星 夜哭 战乱的消息传来 千家万户的哭声响彻四夜 战乏 催杆杆直乱 一歌 这四川境内少数民族的歌谣 一 指当地少数民族 沃龙指诸葛亮 蜀书诸葛亮传 徐树 为先主曰 诸葛孔明者 沃龙也 月马 指公孙树 自紫阳 扶封人 西汉末年 天下大乱 他凭蜀地写药 自立为天子 后白帝 这里用近代左思蜀都府中 公孙月马而称帝之意 诸葛亮和公孙树在奎州都有词庙 故事中提到 这句是贤人和愚人忠诚黄土之意 人事 指交由 阴书 指亲朋间的慰藉 慢 突然 白白的 wrong 读人事